也就是因為寒流發威 不少民眾建議大早沖上了河歡山 大家都想要來等雪 第一次氣象局說了 街坡的寒流厚度不夠 河海拔地區反而出現了逆溫層 氣溫不夠低 因此呢 遲遲還沒降雪 河歡山天氣冷嗖嗖 大雨不斷 但是焦不惜民眾想看雪的心情 一大早馬上衝上山 明明是上班日 武嶺停車場還是瞬間擠爆 車輛持續湧入 警方趕緊打開廣播 公告別再進來了 前一晚武嶺下起大雨 夾雜冰線 下得又大又猛 現場民眾超級嗨 以為真的下雪了 不過21號別說下雪 連冰線都沒有下 氣象局表示 就是因為這波寒流溫度不夠 只有在中高海拔以下溫度非常低 不過高海拔反而出現逆溫層 氣溫不低 遲遲沒有降雪 說要生日 然後來騎在這邊 荷歡山有可以下雪 期待今天能夠看到很大的雪 雪花飄飄 小孩很想看 已經有先打預防針 就是跟他說如果沒看到 也要蟲嘛 他就說就是也是要這樣 民眾不願意下山等了又等 就是想要親眼目睹 白色雪花飄下的美景 藉由科技高富力家 SNG小組 南投報導